所以我們還是說,一天24小時,一個禮拜七天,我們一天可以活在上帝的住宿裡,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今天是乃迪跟我一起,為什麼呢?因為今天本來預計要過來的,他們要到禮拜五才能過來 所以呢,乃迪就要上陣,這是傳到人家子女的命定 是我們必備的技能,其實我們沒有,你很少被印拉來代替,因為教育人多嘛,所以其實不太容易這樣 我聽過有一位PK,所謂的PK就是傳到人的小孩 他講到說,因為他的父親那時候是去拓荒,因為是拓荒,所以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是人真的很少人 也沒有什麼通過 什麼機會他都要帶,他說他是個小男生那個時候,他說連姊妹會他都要坐在裡面,好像是生一個人 沒有詩情他就要去談詩情,沒有招待還沒做招待,沒有詩惠他就要去做詩惠 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長大,我其實很為他感恩 就是說,也許從某一個角度覺得說,我以後再也不要做傳到的事情 可是他會覺得,我覺得至少他跟我分享的時候是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你知道,其實我們現在講也許蠻有趣,是因為我們不是當事人 那你想想看,一個小男生連姊妹會不要坐在裡面,那姊妹都是一些那種老媽媽們 他一個小男生坐在裡面不是很尷尬,但是他就會覺得說,那時候我們小時候是這樣長大的 然後,對他來講,他經驗的是那個,就是整個,整個人 就是教會的一個,從開始,他是跟他的爸爸媽媽一起開始 所以,我其實是非常佩服他的父母親,我希望他的父親讓他成為一個很健康的基督徒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剛剛過的這個禮拜天是母親節,那在母親節裡面,大概大家都會 我們這邊還有這個,湯耐熙 那一家一家,不知道你是怎麼樣幫幫忙過母親節的 那今天一開始這段時間,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難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都在講說,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人都回家 因為,我想各地都在鼓勵大家不要到處亂跑,盡可能不要去群聚 對,都在家裡 但是呢,當大家發現大家都回家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澤光有在講說 印度啊,因為大家都回家,所以路上的交通事故少了非常多 但是家暴事件產,增加了很多 表示大家都回家,不一定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但是我們這段時間一直在講說,我真的相信,神透過疫情要有一個祝福 就是福音要進到我們的一個家,一個家當中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器皿來承接呢 這段時間裡面,其實在我們的教會裡面,常常一直在講家庭的時間 那家庭時間其實是,是一家一家的人 如果我們家裡面大家都不碰面 碰到面的時候就嗨嗨嗨,然後女人各自回家 大概上天很難用我們,成為我們家裡的其他人的祝福 但是家庭時間,到底怎麼樣過這段時間 就好像我們大概講說,疫情時我們都回家了,但是怎麼樣過 我們家的家庭時間也經過很多不同段落 好,我們之前剛剛在跟牧師討論,要討論這一段時間要跟大家 他突然叫我牧師,讓我突然進去這間 我們在講說,家庭時間當中有一個很核心的一個部分就是關係 那我爸就出來這邊就在想,所以一講和關係 其實我們家的家庭這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坐在一起聊天,說話,吃東西 其實本來很大的部分是吃東西 是玩遊戲,可是我覺得更多的時候是吃東西 我覺得雖然我們家有很多座遊,所以我們會在一起玩座遊 但我覺得更多的時候是吃東西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這是我們家四個人的最大的公共 共同,共同 我們一件事情 不過其實我講,關係就是這樣子 其實關係是需要經歷 我覺得如果我們要講說,雖然一家人在一起 我們要用一個什麼方法把它聚在一起 我覺得那有點奇怪 怎麼樣? 家人 家人在一樣 就是家人在一起真的不是一個用什麼技術 或什麼活動 一定要設計一個什麼活動 我覺得那有點太 serious 不像是 family 這樣 但是呢,我們的確知道關係是要經歷 所以對我們家來說 我們家其實 包括其實一起玩座遊 那個時候說我們彼此這樣說 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我們是 都會喜歡這件事情的 一般有時候我自己就會 等下說我不想跟大家玩啊 幹嘛什麼東西 我就是最常 他常常是最囉嗦的 最囉嗦的是我 但是就是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們 潛意識共識當中 我們家四個人都有興趣 都能接受 而我們在一起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關係就被 在那個互動的過程當中產生 所以關係真的是經營出來 對 我就記得禮拜一的時候 禮拜一其實是我們家的家庭時間 因為通常禮拜天 現在我們家只有四個人 我跟前面師母 然後乃迪跟乃迪 我們四個人 其實我們四個人在不同的地方試問 像乃迪有這個難看 媽媽過去這個禮拜天 在中和就是家 我在台北 那有時候我去外面講到 她妹妹在台北這邊 她有故事 所以我有時候四個人 會在四個不同的地方 最少也都會在兩個地方 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禮拜天 我們其實是不容易 大家去在一起的 那我們後來就講說 禮拜一可能是我們的這個時間 我覺得我禮拜一早要 因為這個禮拜有一些重要的工作 我早上要出去的時候 那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妹妹就跟我講說 爸 今天是我們家庭時間耶 那個是不可以破壞的 家庭時間耶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其實應該記得 其實我們家的家庭時間 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非常辛苦的 是 是那個我真的是 每次都 因為大家怎麼不習慣這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那個時候 有一個狀況 是我後來的一個調整 就是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家庭 因為我的個性是屬於做功課表的人 按表操課的人 我的個性 我到現在六十幾歲 我還在做照表操課 我是一定早上做什麼 中午做什麼 下午中午晚上做 每個鐘頭做什麼 我都要排得整整整 所以其實我也排了一個項目叫做 就是 家庭時間 就家庭時間 而且那個時候 家庭時間內容講 家庭時間 基督徒牧師的家裡面 家庭時間當然要查經 不然要怎樣 要查經 那 我也覺得 欸 人家都還蠻喜歡講 聽我查經的 這幾位少爺小姐 每次就 趴在那裡 頭放在桌子上 躺著 然後要叫他們出來 查經 要光叫他們出來 要搞很久很久 就要到我生氣了 欸 媽媽就說 趕快去 趕快去 欸 家庭時間 是為了不要讓爸爸生氣 這是什麼家庭時間 不過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就家庭時間裡面其實 當然一方面是家人之間的關係 建立關係 那當然成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的家庭時間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跟我們跟神建立關係 可是先的是什麼呢 很多人覺得說 當然是先跟神建立關係 跟神建立關係 才會有跟人有好的關係 但是你記不記得耶穌說的 耶穌說 你要到祭壇上去獻祭 如果你想到你的弟兄跟你之間有嫌隙 有不愉快 放下來 先去和好 先去處理 我們說家庭祭壇 祭壇當然是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但是如果我們家人的關係不好 我們怎麼樣可以一起去獻祭呢 所以其實後來我們就調啊 其實那個過程是很長的一個過程 我記得我們他們那個才 過好幾年了 才初中高中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講 所以我這樣 然後常常做都做就做不下去了 因為真的太生氣了 他們也很煩 我也很生氣 然後就改 換一個方式 然後有段時間我們就說 我們家一起來看 看一個什麼 大家喜歡的電視節目 電影啊什麼 後來我們實在找不到 我們找到只有一個是柯南 我們家很常在那裡是看柯南 對 就是找一集柯南 後來我連看柯南 我都快睡著了 我想說天哪 卡通片 然後呢 那我記得有一次他們在那裡挑那個片子 然後說這個看過了那個 他們後來的過程當中 他 我往往是他還是他妹妹講說 不要吵了 十分鐘把他就睡著了 睡著了我們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了 你看 那連看電視都覺得好像是為了配合爸爸 你知道那個時候 成熟我是很挫折 但是一步一步 我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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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我們有一些是我們家可以一起做的事 因為我們家真的最愛做的事情 其實是一起吃 除了媽媽 媽媽每次說他不吃 但他還是會出來吃 跟每個人都吃一口 而且都每個人都沒有少吃 那我覺得 每個人都分都要吃一口 他說 不要買我的喔 我不吃 不要做我的我不吃 然後他就到他的碗裡面去吃 到我的碗裡吃 到其妹妹的碗裡去吃 其實那個是我們家很快樂的時間 然後我們玩桌遊 我們最近在玩風向新聞 開發出來的一個遊戲 我覺得他玩得很快樂 然後那個教導我們做的是 那個愛的語言 愛的五種語言 愛的五種語言 那我們一方面就是在玩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就會看到 哥哥是這樣處理的 妹妹是這樣 其實他們也會認識爸爸是怎樣的一個人 媽媽是怎樣的 然後我們也是說 其實我最不在乎輸贏 然後他們也會說 沒有 爸爸你最在乎 現在也告訴大家 沒有這回事 我有嗎 然後其實我要跟大家講的是結論 就是當我們的關係是好的時候 其實後來我們 我們現在還是有一起靈修 一起讀經 一起QT 然後一起祷告 然後一起祷告 聖經 然後一起祷告 一起分享 你知道我們一起靈修 分享 常常搞得兩三個小時都玩不了 兩三個小時 不停的分享 然後每次都要 妹妹 我們家妹妹都說 我要講 我要講 我舉手 我要分享 其實我每次在這樣的過程裡 都有一個很深的感恩說 神在改變 神會改變 只要我們有心 神會改變 我要祝福你 也有一個很好的家人關係 有很好的家人時間 幫助我們 在那個好的關係裡面 我們才可以把人 完完全全領到神的面前 上帝祝福你 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 但是之前我們還是有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安靜好不好 我們來預備我們的心說 今天的這個禱告會 雖然在這裡只有我們父子兩個人 那不知道你在哪裡 可是我們一起禱告 今天這個禱告會 求神有話給你 不但臨到你的身上 要進到你的家庭裡面 主要幫助我們 謝謝主 來臨臨我們做一個開始的禱告 我們求神恩待在這個禱告的聚會當中 我們經驗神榮耀的同在 彰顯在這個禱告的聚會 對 這一次我們就是向你說 我們來到你面前 我們的心和靈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就是要來向你獻上 我們最真實的祭 把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結是你所喜願的 主要願你這次願到 我們今天所要開始的禱告 我們就是把我們最深的隔望 願以最深的讚美的祝福 都交在你手中 謝謝主 求你願到 願你開我們的口 所以我們要開口讚美你 開口來向你禱告 謝謝主 謝謝主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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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上禮拜我們跟大家 弟兄姐們請分享說 我們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有一個新生活運動 我們的分享要說 防疫有防疫是新生活 基督徒更是這樣 我們要成為一個新的皮帶 所謂的新的皮帶 其實就是改變 我們要願意改變 所以只有我們改變 我們才可以去承接 神要用我們成為那個新皮帶 成為一個器皿去承裝 神要透過你透過我去祝福 我們周圍的人 祝福我們的家人 祝福我們的Oikos 祝福我們身邊的這些人 但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提到 我們提到說 一個是要給 另外一個是好的關係 像龍也講到關係 要給 可是在這段時間 我想很多弟兄姊妹 大家都能夠體會 當我們要去給別人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難不去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自己有沒有呢 因為這段時間很多人都在說 疫情 特別在台灣 我們大概能夠感受到 疫情其實是漸漸穩定下來了 我覺得這很感恩 當然我們要繼續的謹慎 不可以放鬆 那不管各式各樣的一些防護 或者是應該遵守的 我們都要小心 但是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 可是接下去很多人都在提到說 我們要更謹慎一起來祷告一件事 就是因為在這個疫情當中 有許多人的工作上出了問題 有的人其實被破放無薪假 有的人減薪 甚至很有的人就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工作 那整個大環境的經濟是不景氣的 他們說旅遊業或者航空業 旅遊業其實都非常的嚴重 這樣的一些問題 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所以我們求神幫助 我們讓我們要給的過程裡面 求主讓我們驚豔 好像禮拜以我們所分享的 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我求神是恩 十篇二、三篇大概是我從小 第一個會背一整章的聖經 你是這樣的嗎? 我認識吧 我認識吧 但是求主幫助我們讓他不只是一個 我會背的經文 而且是我可以驚豔的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那個不至缺乏 幫助我們是真的成為我們的經歷 那其實我們說 我們可以把我的需要帶到神的面前來 可是在當我們要把需要帶到神的面前來的時候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這一節經文 是主導文裡面的一段 我相信主導文也是很多基督徒 在我們最早會背的幾段經文裡面的一段 主導文裡面有這段經文說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是我們相信 祂是我們的主 祂負我們的責任 我們不至缺乏 但是那不表示 我跟祂要什麼 祂就非給我們什麼 你知道 我們的神不是有求必應 因為祂知道什麼是對我們好的 祂知道什麼是我們需要的 祂不會給我們一些東西只是我想要 但是不一定是對我有需要 甚至很可能是 我得到了 其實不一定對我是好的 我記得奶滴有一次分享到說 有很多人他們中了大樂透或什麼 後來情況是不好的 我也是在預備一個信息的時候 我就在舉這個例子 我就看國外的一篇報導 他說在國外很多樂透得主 也就是這個頭獎大獎得主當中 很大的一筆錢 有百分之七十的人 是非常大一筆 原來七十人 晚年是破產 他整個他的經濟是崩潰的 他整個他的消費 他消費模式 其實他得到了這筆金錢 反而擊潰了他正常生活當中的 所有消費模式 他人反而開始不會用金錢 而且我還看到很多人 他們不只是後來財務上破產 是婚姻也失去 失去了婚姻 失去了家庭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一件 當然我們不是說 所有家人都一定是這樣 但是乃迪講說 這個百分之七十 它是一個實際上去做過的統計 也就是說 其實有非常多的人 如果得到那樣的東西 對我們是不好的 上帝就說 因為我一直求 我一直求 上帝就把那個給我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乃迪應該記得把他常常講說 乃迪一小的時候 妹妹一小的時候 妹一小的時候喜歡把你剪刀 但是做父母親的人 每次看他玩家 我都要去搶啊 因為什麼 他每次我們搶他的剪刀來 他就躺那個小孩很小 他就躺到地上去 然後就灑賴 他是很會灑賴的人 他是很會灑賴的人 然後他就灑賴說 你不愛我 你不愛我 其實不是耶 就是因為愛 所以我才把他搶回來 因為我知道那個東西在他手上 其實是傷害 雖然他很想要 自己覺得經文真好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自已 我們日用的飲食 日用是每一天需要的東西 需要 而不是想要而已 很多東西我們想要 上帝不一定給我們 因為上帝知道 什麼東西給我們 對我們是好的 什麼東西給我們不好的 但是請你相信 你真正的需要 他負我們的責任 他會給我們 我們日用的飲食 而且是今日賜給我們 那個今日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在即時的 他不會給你那個生 二十年後要的 八年後 是今天的 每一個今天的需要 他都知道 而且他會有即時的供應 今日賜給我們 我們用這段經文來報告 特別我們來為此刻正在 在財務 在經濟 在各樣的事上 遇到困難的 我們為他們來禱告 那不論是不是基督徒 我相信 主的恩典都夠我們使用 上帝不只愛基督徒 神愛世人 世上的每一個人 我求主是恩 讓我們在真實落到 這樣的光景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經歷一件事情 那一件事情就是 主的恩典夠用 我們今天還是用這段經文來報告 好嗎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我們先來讀 讀三遍好嗎 讀三遍 文太福音第六章十一節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主啊我謝謝你 讚美主耶穌 求你自己恩待我們 我們用你的話來祷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我們家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有沒有你的話說 主啊你的話說 我們日用的飲食 你今日就賜給我們 我們日用的飲食 你今日賜給我們 你不早也不晚 就是今日要賜給我們 是的 你賜給我們的是 我們日用的飲食 是我們每天需用的飲食 你知道什麼是我們需要的 主啊我需要的 你都會顧念 主啊你是我的阿爸父 你負我的責任 你不會不管我們日用的飲食 我宣告每一天要經歷 你都賜給我們 有沒有 你結束啊每一天的需要 你都要賜給我們 是的 主啊你比我們更明白 我們今日需要的是什麼 是的 你比我們更知道 我們日用的是什麼 是的 主啊我們就是相信 我日用的飲食 你今日必會賜給我們 是的 主耶穌主啊我們不再為我們自己祷告 我們為主耶穌此刻正在困難裡面的人祷告 主我求你自己生 讓我們盡验 你是愛我們的天上的父 主啊你是我們的爸爸 你是我們的供應者 我們需用的你每一天即時賜給我們 主耶穌弟姐妹我們真的是一起來祷告 就是我們像是在我們所生命 看到許多人 他們日用的飲食 他們去不知道在哪裡 看不见着落 但是我们的神 爱我们的神 今日必赐给我们 就是为这些人来祝福 我们每一个我们所看见 知道他只需每一个人的日用的饮食 他必得到满足 因为神今日要赐给我们 主啊你是丰富供应的神 虽然盗贼来杀害偷窃毁坏 我们仍然相信 每一天的需要你都供应给我们 每天的主啊 是每天所需用的 不但是饮食 是我们生活上每一样需用的 你都主啊 及时天天在那个最需要的时刻 把它赏赐给我们 我们就是说 你真的是赏赐给我们 主啊我们看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饮食 在我们的经济上 在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上 在我们生命的身体 心理的需要当面 主啊我们只是在那个万在 食物那个经济上的需要被满足 我们心里的需要 情绪的需要也被满足 主啊我们看见你是供应我们的神 你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 今日都要赐给我们 现在就要来赐给我们 所需要的一切 所需要的一切 是的主啊我们向你来求恩典 恩待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断的经验 主耶稣主啊我们为 主耶稣现在在疫情当中 主耶稣我们为主耶稣啊 我们为这些啊像陈时中部长 他们所带领的整个这个 这些这些指挥中心的人 他们所需用的每一天 需用的智慧 求你赏赐给他们 让他们做最合适的决策 所以他们面对很多重要的决策的时候 有那个属天的智慧赏赐给他们 因为这是他们所需用的 你把他们摆在那个位置上 你一定负他们的责任 我们宣告他们日用所需要的 主啊每一天你都赏赐给他们 主耶稣我们也为 请就在一线第一线 服侍这些染疫的人 或者是这些医护人员们 我们来祝福 主耶稣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他们日用的饮食 以及他们心里的需要 今日都被满足 在合适时候都被满足 主啊我们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人生命当中 也许他们的生活并不匮乏 可是他们的心里非常的疲累 主耶 他们的那个身心灵 在已经经历在一个 那个极大压力的当中 主啊我们知道 不只是我们的饮食被你所祝福 或是我们饮食上的需要 被你们来满足 我们心里的需要 那些人心里的需要 那个需要被释放的压力 也都被你们来安防 都被你们来安慰 都被你们来昏述出来 你给他们最适合的 使用状态 与他们同在 或者是在技术上 与他们同在 在那些事件发生的 每一个事情上面 与他们同在 他们心里 他们也知道 有神与他们同在 主啊 是的 你与他们同在 因为你是丰富的主 你是供应的主 有你同在 我就很放心 主啊 我此刻 我们特别来为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正在被迫放无薪假 主啊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他们被减薪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甚至失去工作 主啊 在大环境这么不好的时候 主啊 我求你给一个恩典 主啊 今天你向他的心说话说 你日用的饮食 天上的父 天天都供应给你 主啊 我求主使我的施恩 我们说的话不算数 你说的话一定算数 主啊 主打文是 你教我们的祷告 你教我们这样来祷告 你教我们的祷告 是一定会成就的祷告 奉主的灵宣告 主啊 我的弟兄 我的姊妹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此刻你正在很忧心 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你周围有这样的人 你知道他在财务上 遇到很大的困难 可能孩子的学费 就交不出去了 有些贷款 没有办法交了 阿爸父 我们一起来到 你的施恩宝座前 愿你今天 主啊 信实的主 帮助我们 我们照着你 交给我们的祷告 来宣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就是今日 不是过了那个timing 不是昨日 不是明日 是今日 此时此刻 愿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一同经验 你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 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也特别来祷告一件事 就是许多的教会 当教会实体的敬拜 暂停转到线上的敬拜 其实有很多的教会 在财务上 因为奉献少了很多 在财务上有困难 所以我们奉主的宣告 来依赖祷告好吗 为众教会里面 在财务遇到 现在很吃紧的一些教会 我们宣告 对这些教会而言 我们抓住神的应许 说教会日用的需要 我们的天上的父 教会的主必然为我们有供应 那天令我们来祷告 耶稣在你面前 宣告的一件事情 耶稣我们知道 我们所盼望的 我们所指望的 不是我们的人的生命 不是人的金钱 不是人的财物 我们所指望的是 我在天上的父 将日用的饮食 都要赐给我们 耶稣为你跟教会来祷告 是的 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在教会的运作当中 我们真的是看见 当世界聚会停止的时候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许多的实际 本来应有的财物的那些 运作的环节 都已经停摆了 主啊 但是主耶稣啊 我们真实呼求说 我们所依赖的 我们所信靠的 不是人的金钱 是我在天上的父 要供应给我 耶稣啊 我们真是诈身的呼求你 耶稣我们回到你 我们回到你面前来 我们回到你面前来说 主啊 祢才是给我们日用饮食的主 祢才是那算管 千亭万有的主 这一切的规律 这些所发生的事情 都在祢手中 祢才是那个解决问题的人 阿免 我们不是靠着任何的人的方法解决问题 我们是知道我们的神 要将日用的饮食天天加给我们 耶稣我们就可以常常保 常常的保障那主恩的滋味 耶稣我们是靠着祢的恩典 而得着这一切的 我们是靠着祢的恩典 来过生命一天的 耶稣我们真是回到祢面前来 我们要真的懂得 我们是要向我们的天父 那爱我们天父 支取我们每天所需要的恩典 主要我们自在的恩典宣告 每一间教会 每一间教会都在祢手中 被祢来掌管 被祢来作王掌权 也被祢来天天加给祂日用的意思 我们这样的宣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阿们 在祷告当中我感觉 主会对我们分享说 教会是什么 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 教会就是你和我 就是我们这些蒙招被主呼召出来的基督徒 主顾念教会的需要 意味着主顾念你的需要 我的需要 我们再抓住神的应许 我的弟兄 我的子妹 我觉得主此刻教导我们 用信心的眼光转眼仰望神 不管环境如何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使无便为有 是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 是使以撒在荒年却有百倍的收成的主 我求主是恩待我们 传眼仰望神 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 主谢谢你 我们紧紧抓住你教我们的祷告说 我们日用的 每一样所需要的 你天天都赏赐给我们 阿爸父 你是我们天上的父 你是顾念我们的 主也呼召基督徒此刻 不只看到自己的需要 要看见周围的人需要 顾念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 此刻 我感觉主把一些我们周围的人放在我们的心上 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求主给我们一个敏锐的智慧 去体会他真实的需要 是财务吗 是关怀吗 是一个体恤吗 你愿不可以回应主说 让我成为一个爱的管道 福杯满意 以至于我周围的人在我身上 能够看见上帝的爱 弟兄姊妹 我觉得主在对我们说 我们周围的人看不见神 但是他们要在基督徒的身上 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周围的人看不见神 除非他们能够在基督徒的身上 看见上帝的爱 看见上帝的荣耀 看见上帝的宽广 看见上帝所赐的福 求主帮助我们 此刻看见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 我们还是回到那段经文说 要给别人就必有给你的 今天的最后还是 乃丽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我们来跟主说主 帮助我们基督徒 不单顾自己 看见别人的需要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给的生命 祝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向你求 求你赐给我们一颗 你的心 我们用基督的心 来感受这个世界 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打开我们肉体上的眼睛 让祂换成基督耶稣的眼光 我才能看见我生命当中 我身旁有许多需要的人 主啊我做一个基督徒 我就是要做一个小基督 我就是要做一个追随你 我就是要做一个像你的人 我要用你的眼光 来看待这一个世界 是 我要用你的眼光 来看待我生命当中 那身边在我身旁走过的每一个人 愿意把基督的爱 基督的丰盛 基督的那个愿意奉献 生命的那个爱放在我的生命里面 愿我也成为一个 愿意为我生命的人 牺牲奉献的人 阿们 或许我不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我却愿意如同基督一样 付上一切的代价 谢谢 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基督耶稣 爱人的心 我里面有一个基督耶稣 爱灵魂的心 主要把这样一个心智放在每一个 今天晚上开口向你求的基督徒的心中 阿们 愿我们真的都像圣经所说的 是一个基督的门徒 是一个小基督 是一个碎碎你的人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之名求 阿们 谢谢主 在刚刚最后两句祷告的 我觉得主给我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弟兄姊妹如果你正在缺乏当中 我们一起来学一个功课 就是转眼仰望神 用信心的眼光 看见新的盼望 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经历神奇妙的供应 而如果你正在富足的风域当中 也求主给我们一个体恤 或者是在乎关心周围人的需要 让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富足 就看不到别人的需要 让我们有一个体恤 并且学习领受一个给的生命 好像我们的主一样 好 今天我们的祷告要到这里结束 求主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一起走在神的恩典当中 还是说如果你觉得这短短的祷告 对你有帮助 也请你介绍给你的弟兄姊妹 我们渴望更多的人一起来祷告 我们要看见神极大的荣耀 好 礼拜五 还是一样 8点50分 我们一起开始 然后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经历神 感谢主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